三藩市市長布里德和警察局長Bill Scott 今天宣布新一屆三藩市警察學員的人數 是自2018年以來最多的 布里德說這個也可能是和去年 將警察年薪增加到超過11萬元有關 朱慧琪再報導 三藩市警察局的人手短權問題 似乎有緩和跡象 三藩市警察學員 新一期284期警員訓練班 一共招收了50個學員 是至2018年以來最多 當中女性佔了2成2 而族裔方面 34%是白人 32%是亞裔 其餘的是拉美裔和非裔等 市長布里德說警員補充計劃 希望在2026年達到足夠警力 布里德去年和三藩市警察工會達成的新合同 將三藩市警察局的起身點升至全國最高之一 警員的起身點 年薪達到11萬2398元 吸引其他地區受過訓練的警察轉任 和加快招聘流程和縮短學員的招募時間 這班學員早在今個星期一已經開始訓練 他們會和5月份開始的第283期警員訓練班 一起接受培訓 East Rocker記者 維琪報導 嗨 嗨 嗨 感谢观看